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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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献元重命在床本想着自己的儿子会前来问问 要想不到刘子叶对他不问不问 这令他十分寒心 但是想到自己时日无多 想着见自己孩子最后几面 王献元就亲自派人传信叫刘子叶来看望他 传信的人后来说皇帝不来看他 他当时愤怒地问为什么 以下的人说皇帝觉得病重的人久之不好 是因为房间里有很多鬼怪 身为一朝天子他如果去了 可能会沾染一些不甘心的东西 这样会影响到国家的气韵 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 也真的是难为这个当朝皇帝了 沃冰在床的王献元听到此话 已经顾不得自己太后的身份 当下破口大骂 我是怎么生得出这样不孝的儿子 快来人抛开我的肚子 看看里面是什么 文人母亲被自己的儿子这么对待 实在是令人寒心 虽然身份最贵 但是却得不到偏偿人家的五次子孝 也是令人唏嘘 加速王献元死亡的是自己儿子的不孝 当时刘子叶知道自己的母亲 死前对自己破口大骂 内心也是饱受煎熬 这时他几乎每晚都会梦见自己母亲托梦 据说有一次他梦见了王献元对他说 你这人不仁不孝 实在不适合当皇帝 你的兄弟与你比也都是半斤八两 你们的父亲在位的时候称不上明君 没想到他的后代也继承了他的昏庸无能 这皇位终究还是到归还到文帝后代的手中 刘子叶会做这个梦 或许是因为自己对母亲死后的恐惧 或许是因为早就对文帝后代生出来的忌惮之心 好了 本期的自作说历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再见 喜欢就关注我们吧